她每次回家 她都說好像要熱昏倒了 其實我知道她是心力焦脆 就等於是為女兒的事情 晚上也很難 很難睡得很安穩 那她的癌症已經 霧滿全身 莉亞平證實 雨天小中風 腦部有些快 痛苦怨氣 癌症已不滿全身 我知道今天大家都是為了 余大哥到榮總 去住院的事情來的 南里新聞網 接獲讀者爆料 目擊74歲 余天25號住進台北榮總 記者致電余湘泉 證實接到爸爸打來的求救電話 她突然覺得右半邊很麻 不能動 講話也不太清楚 還好她立刻吃下舌下定 閒鎮定 皺正後狀況已穩定 也可以正常說話了 她每次回家來 她都說好像要熱昏倒了 其實我知道她是心力焦脆 就等於是為女兒的事情 晚上也很難睡得很安穩 我那天看她的眼睛 右眼就整個腫起來 而且右眼跟左眼不平凡 一邊高的一邊低的 而且右眼逐漸的看不見 也看不見 右手跟右腳都抬不起來 抓東西都抓不到 其實醫生說 她那個就是已經有一點點 小中風了 那小中風的話很奇怪 她自己血管又通了 她說沒有人有這樣子的事情 你知道嗎 這是余大哥第一次有這樣的症狀 她其實已經有連續好幾次了 但是她的個性就是很耗強 就是你叫她去她都不去 這次不行 我們說不行就一定要去 就一定要去 她才好勉強的被兒子拎得去了 到榮總去的話 現在檢查出來確實 她的後脖子的血管有兩根堵塞 腦部也有那個血塊 所以現在吃凝血的藥 就等於是讓她去慢慢化掉 最少要在醫院觀察 五天到一個禮拜這樣子 但是以後就是要注意 有任何的情況 就是要隨時到醫院去 那不然就會造成中風 這次就很幸運 也是很幸運 老天爺保佑這樣子 平時她都沒有用藥的習慣 而且她這個人任性很強 她每天只有睡五個鐘頭 起床了之後就直接的到國會來 四點多鐘才會到家 晚上的時候有的時候 再去討一下那種花腦 我是覺得她這樣子太勞累了 而且最主要的是 因為女兒的病情 一直在惡化都沒有進步 是我們最憂心的事情 那一下子腎積水 一下子狂膽 所有的醫生 對於起序的病情都束手無策 而且她的營養不良 那輸血下去也沒有效 也不能做治療 也不能打化療 那她現在很痛苦了 站也不能站 連站都會痛 全身都痛 一定要吃止痛藥 一定要吃麻菲 那她的癌症已經不滿全身 她現在的小腿跟大腿 只有跟我們的手臂差不多的細 我真的是看她很難過你 我希望她的病能夠把 讓她有多一點的時間 陪她的小孩陪家人 我知道大家都有在幫她集氣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